纯总的藏傲由于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珍贵 有一些身价真的是要上千万元 最近在中国大陆西安就出现了这个 宾室车队总共25辆来赢谁呢 原来赢的就是千万藏傲 这样的画面呢 让买主跟藏傲的爱好者呢 都展现出这样的气派阵容 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 那边的宾室车出现在前往西安 咸阳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上 看起来气势惊人 一旁民众还以为是哪个大明星 或党政要员要来访 拿起手机准备拍照留念 没想到出现的竟然是他 在众人的期待中 主角长江二号终于出现了 这是一只身高七八十厘米的 黑色雄性的藏傲 没看错这么多 宾室车就是为了迎接这一只 身价将近两千万台币的藏傲 据狗主人表示 这只藏傲是原生种 又是名犬后代 来接机的25辆宾室车 都是爱好者自动自发来的 只是这样的举动真的太夸张 连央视主播都忍不住评论 你要论排场 这确实是够排场 经常我们会听到 别人说这个狗仗人士这句话 现在我觉得这是人仗狗事 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观 花了上千万台币买只狗 还有名牌车街机 只能说有钱人的花招真多 也凸显大陆M型社会 真的很明显 这一期五明山总和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